嗨,你终于来了,谢谢你听到我,这里是有温度的诚意电台,如果你有太多的心事,无处安放,大把的烦恼,无处宣泄,欢迎到我的同名微信公众号,诚意,这里有千万有趣的灵魂,再先陪你聊一场不失眠的天。 我就是想多挣点工资,然后攒钱买个房子,周末能去下个馆子,给媳妇买一个能嘚瑟点的衣服,我的事都是小事,照样压死人。 如果一个人从二十岁开始工作到六十岁,那么在他的一生中,工作的时间将会长达四十年,可怕吗? 最近一段视频在微博上火了,火的云意很简单,压力太大了,而我们都曾感同身受。 事情的原味是这样的,杭州一小伙骑单车逆行,被叫警乱象,随后他接了个电话,温柔地跟对方说, 我逆想汽车被抓了,现在走不了,很快的,两三分钟,你在那儿等我吧。 花音刚落,他就把手机摔了,瞬间崩溃,连忙给交警下跪,并蹲在地上大哭了起来。 原来小虎每天都要加班到十二点,而这天是因为女朋友,没带家门钥匙,她要赶着把钥匙送回去,再接着赶回公司加班。 被交警追问原因时,她抱头痛哭,我疯了,我压力好大,我其实不想这样的,我真的好烦啊,我只是想哭一下。 最后在交警的群说下,小虎赶回去,给女朋友送钥匙了。 很多网友留言表示刚哭了,她的哭喊和无奈,轻而易举地击中了屏幕这头的我们。 年纪轻轻的她,为什么突然就崩溃了呢? 是加班,是女友的催促,还是逆行被发?答案都不是。 偶尔的一次爆发是今年累月的激昂。 有多少人和她一样,白天面不改色地扮演着大人的角色,到了夜晚就会情绪爆发。 世界从来没有容易二次成年人的崩溃,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。 但真相就像包洋葱,一层一层包去外表的体面,总会有让你泪流满面的时刻。 所谓压力其实都是这么来的,你背负着生活的中压前行,你拼尽全力,努力了很久很久,却得不到一次正面的肯定。 这时,压力会像乌云一样,一点一点折住你的内心,拖垮你的斗志。 你一边告诉自己,要元气满满,一边又被现实打回原形,甚至没有办法正常生活。 你变得闷闷不乐,拒绝和人沟通,压力大到喘不过气,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理解自己。 你开始怀疑自己,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的选择错了,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 看着同龄人的生活,都比自己好,但自己却是连生活都没有的人。 你想放弃了,但又害怕了,怕未来无人可疑,还是只能靠自己。 所以无数个想要放弃的瞬间,你都咬咬牙,忍下来了。 看到有人说现在我们能哭出声音的,都是小事。 我想起了我的两个朋友,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的,整天和没事人一样。 其中一个恋爱谈了六年,结果却是分手和堕胎。 现在的他自己开了一家店,到处旅行。 另一个和家庭断绝关系,自己一个人每天在外潇洒快活。 当我把这条热搜视频转发到只有我们三个人的群里时,大家都暗自悲伤起来。 第一个朋友说,堕胎的时候都没有哭,有天晚上家里突然停电了,自己缩在角落里哭了起来。 另一个说,离开家的那天没哭,第二年春节,自己没回家。 一个人在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,看春晚的时候,眼泪止不住地掉了下来。 你看,我们都一样,平常干着什么都能扛,怎么一遇上小事就哭了。 大概是我们这一代,什么大事都扛得住,于是镇定,也很坚强,总以为咬咬牙坚持一下,生活就好起来了。 但总会因为突然冒出来的某个造型的小事,就觉得特别委屈。 生活就是这样,事无大小,每一件事都是起起落落的。 之前有个朋友问我,压力太大了,累到想哭的时候怎么办? 我告诉他,大不了就哭一场,把所有积压已久的情绪都发泄出来,到一头身上的悲伤。 人内心的压力和悲伤,是无法通过快乐来排解的。 你要学会发泄,要有分享压力和悲伤的能力。 只有这样,你才能重新找到温暖,找回活力,直至重新遇见最初的自己。 要哭就随意哭吧,大事儿上咬紧牙关,小事儿上就放肆地哭一会儿。 你不必将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调成精英,毕竟只有一次的人生,哭过之后终将成长。 你想要的时间,也都会给你。 2015年次的耳骨 缓 Store 还是 rolled around 限制中心 我们这屈光 一 Bueno 这 我 时间到此时 太早或太迟 那时 你从梦干录样子 嘿 故事到此时 疯狂或克制 那时 你必须经历的事 你说过的我可以 你说过的那句对不起 那句没关系 这大城里小小的你 路过的每次分离 这小世界大大的你 经过的每次风雨 每个痛苦快乐的大小的消息 都变成你会留下的记忆 这大城里不安的你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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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一刻炫耀 珍贵的不同的感激 都变成你出发的意义 都变成你出发的意义